各位你們好 很開心來到這裡 多謝陳全導邀請我 剛才聽你們分享的時候 說25年 真是不容易 我記得我以前去銀溪花園 我都去過 那時候我兒子兩歲 在銀溪花園很煩人 穿了滑梯洞 頭我拿不到出來 那時候嚇到我不得了 祈禱了 還有一件事我都很深感受 剛才大兄姊妹的分享 她說到25年 不長 即是可以說都很長 但你能不能夠持守 這個25年左右 這件事真的不容易 是不是 持守 有時候我們回教會 大兄姊妹可能一個一個的流失 或者在做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紙索 但我們有沒有這個持守 我分享我昨天 因為我昨天去街頭報 因為現在我退休 我就去街頭報道 拿著咪 有一間將軍澳福音堂 邀請我們去幫他們的教會 帶些弟兄姊妹出去報道 我們就拿著咪 在街上說 那是不是你都知道 嘩 多大雨 那時候我只是想一件事 糟了 那個咪怎麼損 那大雨呢 我擔心 但我沒有想到要放棄 我就照去 嘩 去到的時候 三點下到很大雨 但很奇妙就是 原來神已經為我們安排了一個很好的 街頭報道的地方 將軍降順 有一條路 有牙遮頭的 非常之好 那時候我就在想 我們應該去哪裏呢 原來神已經為我預備了這個地方 我們就在那裏 街頭報道 我們要去傳福音 那我就在一個受難節 哇 當我去講到耶穌的受難的時候 耶穌被審 他的鞭打 打到皮開肉爛 什麼叫十字架 走他的苦路 無力的難節 這個十架還要怎樣 拿些粗釘釘 哇 在那一刻講耶穌十字架 突然間行雷損電 馬上很應勁 當時我的心感受到耶穌的愛很偉大 好像突然間天上的萬次裂開 我就在這個地方做 宣講神的愛 好像覺得神跟我之間那種融合 我覺得在他一生當中 我過那麼多的復活節 我從來未經歷過這個復活節 是啊 我能夠學 當我拿著咪講 有人唱歌 我就對著天 好像整個萬次神跟我融合 我覺得很開心 是我很大的經歷 我就想到一件事 不要放棄 這個很重要 不要放棄 剛才我們聽你們分享的時候 堅持神的度 真的不要放棄我跟陳全說 我很多精年人 當時初來都沒有 但這些種子是需要我們去持守 一路一路 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叫做阿比斯 阿比斯這個討告 是講以色列的神 《啟力代誌》第四章九至十字那裡 他說 甚願賜福與我 擴張我的境界 他說 你的守越常與我同在 保佑我 不糟患難 不受艱苦 神就應許了 只是這四句的討文 你看的時候 沒有什麼特別 一個很普通的經文 但其實裏面 蘊藏了一個很重要的 生命經歷的改變 我自己 現在我六十歲 我的人生上半場 又已經過了 二十歲三十歲 是不是 我覺得人生的上半場 得失都不是重要 反而我們重要 人生的下半場 就是這個四十歲開始 我記得我兩年前來過 和大家分享 我的人生的時候 我沒有提過 我是一個幼稚園的老師 那時候 我經歷了一個人生很大的挫折 我在這裡不說 但是 這個就是剛剛 我人生的下半場開始 是我四十五歲 神就開始啟迪我 祂要告訴我 祂說 你人生上半場過了 你已經開始要想 你的人生的下半場 你怎樣去交託給神 於是我跟神說 我不用 我一個普通婦女 是不是 我都不用搞那麼多 我畢業的幼稚園 一個老師 我又沒有什麼學識 我又沒有什麼大學位 博士這樣 又不是說很有口才 我最擅長講故事 給小朋友聽 我跟神說 在那一刻的時候 很奇妙 有一個朋友送了一本書 就叫阿比斯 就是這本書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 他說 神願要賜福給我 擴張境界 神與你同在 不糟患難 不艱苦 你就要按著這個法則去討告 當時我看完之後 這四句說話 我勝利很大的感動 跟我說 於是我就 好 我就願意將我的人生的下半場 我就交給神 我神 你就賜福給我 讓我擴張我的境界 就與我同在 脫離患難 這幾句說話 一一應驗在我十五年的幼稚園 我剛剛過了 我不是說 其實我在十五年來 有自己的事房 我是做學校的宣教工作 在我生命當中很多歷程 看到很多的神跡和恩典 就是 用這個阿比斯 這個名字 我想告訴你 阿比斯的名字是怎樣 不要提醒 很多時候 原來我們看回聖經的時候 阿比斯是一個很少的人物 但是呢 這個這麼少的人物 他能夠有一個很大的震撼 阿比斯的舊約說 他的地位呢 可以說 比摩西 比大衛 都沒有那麼卓越 是吧 如果說摩西故事 你們一定會說 大衛你們會說 阿比斯是甚麼人來的 我想你都未必會過 但原來這個人物呢 就正正在這裏出現了 甚至就說 他這個小的生命 可以帶給人很多不同的生命的影響 而阿比斯 你可以看到 他是 他是這個家族 一個奇才 他是聖經中的小巨人 在聖經裡面 你讀的書卷 你不可能發現 但是在歷代至上 九張記載 希伯來文這個民族 這個正式的族譜 其實阿比斯是屬於 以色列的民族 由阿當 至到現在幾千年 數千年 以色列 從秘魯到歸回 一直記載 起碼有五百個名字 不過我們不熟悉的 因為我們都沒有心機看這些名字 但是到第四章時候 猶太人的後裔 就讀到四十四個名字 突然間就出現了這個人物的故事 就是他說他的母親 他的母親 就改這個阿比斯 的名字 阿比斯的名字是甚麼意思呢 就說他在生產的時候很痛苦 阿比斯要求告以色列神 他說甚怨斥福給我 擴張警教與我同在 保佑我 不遭患難 不受艱苦 於是神就應許他 阿比斯這個人 就在歷史上 可以說 就突然間就加插了 這個族譜那裏 成為一個名流千古的人 這個這麼尋常的討告 我將去分成五個段落 和大家分享 阿比斯這個簡短的討告 甚怨斥福給你 擴張警戒 常與你同坐 不遭患難 一個很普通 一個祈禱文 但是呢 帶給人生很多的戲劇 很多的奇蹟 第一 原來我們有小的討告 就有大的賞賜 是不是 真的 我記得我十五年前 我就開始用阿比斯祈禱 當時是2003年 是我人生最低谷 但是呢 我去討過神 我願意把我人生下半場交給你了 於是神就帶領我 就進了一間幼稚園 做宗教主任 一做就做了十五年 其實在這十五年 這一段期間 我沒有忘記阿比斯的祈禱 其實我每一日 我六點鐘 我就要起床 我就要逃過 首先我要把我的工作 還未發生日 又告訴神 因為我是一個普通的婦人 我未讀過神 我既然神給我這麼大的賞賜 我 去到一間學校 一間有三百幾個學生 有很多的家庭 我要進入這個和場工作 如果靠你自己力量 你是無法做得到 神就啟示我 就叫我開始為這幾個學生 祈禱 那時候我很大膽去討告 我說 神啊 我現在將我今天的工作 我完全要交給你 你呢 帶領著我 其實我在裡面有很多的經歷 不過我不會在這裡一一講 不過我想告訴你 就是當我願意這麼做的時候 我一進入校園的時候 等於進入了一個抗野 告訴你 但你怎樣去行呢 神就會幫助我 所以 神的豐富的恩典 和你的慈愛 已經在我們 什麼 永世 已經在我生命上 已經定了我們的旨意 你們要相信 原來我們在無福當中 神已經定了我們的 在你生命當中的旨意 你要相信這件事 這個意念 我就相信了這個人 神已經是命定了我一生 於是我就作出毀身信服 我就期待天父 要成就為我 即你要為我預備的一切 於是我就開始在小的討告當中 我得到神給我一種權能 那種權能 那種權能就是 好像流水進入你生命當中 祂為你的人生 預備一個很大的計劃 能夠維曉住你 為你預備賜逼你 賜福給你滿足的生命 在十五年來 雖然很艱難 但是我有這一種活水光河 在我裡面 因為神是與我同在 所以 我就經歷到這種小小討告 所以今天我們都是 不要看輕一個小的討告 原來一個小的討告 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第二方面 你為何不求啊 這是很重要 很多時候 求些什麼啊 他有一句說 賜福給我 哇 一句說話 如果你朕這樣聽 求主賜福 好像很自私 哇 即是跟神講 你這麼沒禮貌 你問神拿東西 是不是 你會不會很貪心啊 即是好像一種行為 但我想告訴你 你要明白這個討告 不是外表體那種自我中心來的 而是神是願意聽到我們 有一種熟靈的討告 什麼熟靈的討告啊 就是亞比斯的時跡 我們看回亞比斯 生在以色列的 征服加南之後 那個 士師的時代來的 當時 他們住在 以色列的南部 這個是猶太的支牌 這個貴族的族長 即是他媽媽 生了亞比斯 是不是 生了他的兒子 給個名叫亞比斯 為什麼要給呢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要改亞比斯呢 不改叫楊耀昆 陳彥庸 原來有意思的 原來這個名字 就是改痛苦 痛苦 而你做的痛苦不是一般的痛苦 是大大超乎常人的痛苦 於是他的母親就給這個名字去 但是究竟什麼痛苦 在聖經裡沒有記載 是不是難產痛苦呢 不知道 但我們亦無需要去猜測 但是從這個名字當中 就看到其實人生都是一樣 都好像亞比斯 你懂不懂 人生都好像經歷很多的艱苦 不是我們所預計到的 今天我們能夠暫立到25年 這段期間 都很多艱苦 亞比斯都是一樣 這個名字就告訴我們 這個痛苦 但雖然這種痛苦 不是帶給我們不好的笑頭 也不是給我們前途不好 原來亞比斯 我們要靠神 要找出一條出路 就是這個 就是看到以色列 怎樣帶領他的祖先 脫離奴隸之苦 拯救他們脫離那種強敵的手 去到豐富之地 建立他的地方 他的土域 同樣今天 你們都是 你們今天能夠建立這個土域 我最記得你們 因為他銀器發現 就是朝行萬叉不得已 是不是 真的很艱難 還有說還要流離失所 又租哪裏又租那裏 很多很多艱難 今天 你們已經得到一個 什麼地方 固定的居所 同樣以色列人都是一樣 神要帶領他的子民 要去到他的疆土 要去到他的領域的道方 要賜給他們 所以這個是神的應許 同樣今天 我們都是經歷到神的應許 我們的恩禧堂 是嗎 二十五年 將會 我 我很有信心 你們會再踏入第二個二十五年的 到時我又再來 哈哈哈哈 是啊 真的 這個阿比斯作出的祈求 就是 慎欲赤福我 這個慎字 你不要看慎欲 是非常驚嘆和震撼 當神願意赤福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能夠贏到自己得到的東西 是不是贏到自己得到的東西 不是的 原來是贏到的 是神已經為我們預備 已經知道要給的東西 這個無限的恩典 不是說我要 我沒有什麼 不是的 而是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 是你不知道 不過神是知道了 要給你們 這種無限的恩典 這個就是 符竹 聖經一句說話 耶和華所賜的福 是使人符竹 不加而憂慮 所以慎愛的神 把阿比斯這個故事記載在聖經中 要證明 無論你的身份 你的身家 你的命運都不重要 雖然我們這間堂 世教會是不是 外面的大公教會 審訊會 非常之龐大 好像我服侍那間秦道衛 你更厲害 整間國際禮拜堂 神說不重要 阿比斯都是一樣 他說 不這些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你要知道 你自己成為什麼人 你要清楚你自己是什麼人 你怎樣向神祈求 在生命中神就會命定 就會慈福給你 我自己都告訴你 我自己退休 那我這半年來做些什麼 我這半年我就厲害了 我現在出去街頭報道 我唱福音樂曲 待會我會唱一首歌 給你聽 因為我要求 因為我要認定 我要知道我自己做什麼 因為我很想做長者的工作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唱福音樂曲 不過你唱劫都唱不好 我媽媽經常說你唱到喵喵喵聲 又走音 但我近來這幾個月 我去祈禱 我求 我說神阿你要賜給我 有一個明朗清脆的聲音 我要唱我的方月曲 因為我要出去唱給老人家聽 我要出去街頭報道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厲害 一會兒你聽聽好不好 我就覺得好像自己進步了 我以前是很差的 唱得不好的 但是神為我預備 等於有一個盒一樣 我講一個比例 留在盒子的福裏 有一個人 原來在我們人生在世 一天都會離開這個世界 原來神已經在我們未死之前 就預備了23個福給我們 但那個人 就拿了一個福 即是那個人死了 他只剩一個福 那為什麼呢 我簡單講這個故事給你聽 這是預言 中先生死了 現在彼得在天堂門開迎 中先生 歡迎你 現在我帶你到處去走走這個天堂 遊歷一下黃金街的碧玉城 很多天使 我和他唱歌 歡迎他 走走走走 那麼多一個盒 一個盒有我的名字 叫做中大明 拿他下來 咳 咳 原來裡面有這麼多福氣 為什麼你拿了一個這麼少 當然 因為神已經為你預備 為什麼員呼不動 原來我們不去求 你明白 原來我們每個人 神已經給了很多福氣給我們的 問題是你願不願意去求 這個人 一輩子只有一個 其實原來神預給他23個這麼多 這個 這個只不過是預言的故事 耶穌說 只要你祈求 你們就怎樣 就會得 但你不求 就沒有了 在雅各書歌 所以神的恩典是無窮 如果你不求 神就不給我們 所以你得不到 原因就是你沒有求 原本你擁有 但是你沒有 所以你要透過一個很簡短 充滿信心的討告 就可以改變你的未來 真的改變你的未來 只要你原言 神就會改變你 還要立刻發生 真的 還要立刻發生 我不是說我進入和場那裡 我要去做宣教 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期望 這個是我求 神我要入地 我要在十年內 你要預備了八個總子給我 這些小孩兒童要信耶穌 真的應驗了 一百個 我的很多家長小朋友 個個信了耶穌 洗完了 剛才有很多小朋友出來唱歌 你想想 他們已經大過了 讀到大專了 很多父女現在在教會做組長 甚至做堂區領袖 這個就是 就是我去求回來的 就是去求 當你願意去求的時候 神就給我們了 我就經歷到 所以第三方面 為神活得寬港 甚願你擴張我們的境界 接下來 阿比斯的討告 就要求神擴張境界 就是要求神 托展你的人生 讓你的人生能夠影響更多人 能夠得著天國的福音 這個很重要 今天你們有好自修室 是不是 有保障 這個就是天國 我們就要得著 這裏的沙田的所有的種子 所有的年青人 他們要得著這個福音 你就去求他 神自動 你大膽就可以求的 神你給我五十個青年人 有五年時間 或者兩年幾多年 你就開始為這個擴張境界 大家同心去討告 你就會得到 所以經常的 在上文下文的阿比斯的討告 結果你會看到 討告不單止投更多的土地 而且希望能夠有影響 你的土地 還可以影響很多人 而且神會給你這份更多的責任 讓你有機會 就好像以色列行大事一樣 境界、領土、疆域、地界 今天我們已經得到了 走入以色列 近代史可以看到 阿比斯的年代 正直是約斯亞 征服加南那個時代 神給他們應許的地 分級給他們各支派為劫 所以當阿比斯一呼求 抗張外的境界 就好像龍夫木人 大片的土地 眼光非常之軟大 我自己就經歷到扭轉到我的討告 十五年了 你猜我還討不討告呢 我再繼續討告 我跟神說 我問神 你多給我第二個十五年 我計算數 第二個十五年 真的是七十歲 都未死得 應該 真的 我就跟神說 神我要第二個十五年 我願意神 你要使用我 怎樣去擴張你的境界 但是我跟上帝說 因為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你要認定你自己 你才能求到的 要不然你也不知道要求什麼 我就認定到自己 我神 我是要傳福音 我就很簡單 我要出去傳福音 但我不知道在哪裡去傳福音 因為我已經六十歲 我又沒有想著 他教會做木會 我又沒有一個意念 將來神或者會再大我也不知道 不過目前來說 我是很想離開 秦道為理 因為我秦道已經十五年了 其實我一個井底之外 我什麼都不懂 我想踏出他 想看這個擴張的境界 有什麼福音的和長 和認識的東西 我就要去 我就在這方面 就開始祈禱 很奇妙 神就給我開始有街頭暴徒 十八區 什麼街頭暴徒 就是在街頭那邊 在馬路 旁邊 拿著咪咪 我就去講福音 有時候唱福曲 那些人就派單張 那時候我就 一個很奇妙的感覺 哇 原來我今天站在一個舞台 是全世界最大的舞台 今天我講台都是這樣 今天你聽的人都是幾十人 我今天出去 我每天三次出隊 在半年來我接近 我唱了十萬人全福音 我們銅鑼 很黃 每五分鐘 有五十人 在萬事走過來 一會兒又五十人 這裡又幾個 哇 算一下 我想一下我自己半年了 都差不多接近十萬人 原來神要我在最大的講壇 講道 就是這樣講道 讓我接觸很不同的宗派 和很多的侍奉 其實 我們怎樣拿到都是擴張境界 你記住 我自己就看一件事 首先你要有一種甘心 和我 都是一個軟弱 我不厲害的 但是我甘心 我接受我的軟弱 原來你甘心 和你的軟弱加起來 神的旨意就不得了 就超自然的能力 就等於擴張境界 當你為榮耀神的開始 熱切祈求 神就會賜給你更多的影響力 和責任 祂就會帶到你 去到些什麼 在群眾的當中 那些人恩著你的言故 就會來到你前面 他們會聽你講福音 和報道 所以我就組織了 兩個報道隊 第一個 我給他的名字 叫亞比斯 街頭報道隊 為什麼亞比斯 因為我被亞比斯 這個討告影響 那我就逢禮拜二 我就去 由麻地 雷敦道一帶 就由我帶隊 和廟街 我就在那裏傳福音 那第二隊 就是福曲隊 福曲隊 就是唱福音與曲 我們就會進入胡老院 路人中心 甚至街頭都這樣 哇 原來上帝就被這個 神說 你擴張境界 你要去求的時候 神就預備這些人給你 那我就組織了這兩個 福曲隊 哇 我真是 都想不到 我能夠可以這樣做 我想我自己都好像 我自己都好像 我自己都覺得 我可以的嗎 我正在想 原來 原來神就說 你願意 神就會給你機會 那些人就會來到在你的前面 那我在 其實呢 握個咪 在街上講話 其實很大掙扎 但其實我每一次 真的聖靈在我裏面幫助我 就一路湧出來講 一路何講 那些徒人呢 你不管你聽不聽到都好 我們只是記住一樣 第一 我們忠心是福 第二 靠聖靈工作 第三 就是 果效就是神的 不關我們事 那我們就這樣做 我就按了這三樣東西 我就走出去 就去做了 神很多的天使 甚至我們在街頭 都被警察抄牌的 甚至被那些徒人罵我們 甚至有個人說傻一點 就是罵我們等等 但是 不用怕 原來是神保護我們 甚至那些警察 都很友善 我說好 好 因為有人投訴 我們就要停咪 那我們就停了 我們是好手法的 好 我們就離開 這樣 我們又做了這麼久 好了 第四 神聖的偉大的觸摸 神與你同在 第四 原來神的偉大的觸摸 很重要 我們願意 抗膽去擴張事奉猴 無論你的經歷有什麼 艱難 孤單 被人批評 我剛才說 我在街頭報道 甚至被人說 甚至很大聲罵過我們都有 不過就不太多 但這些所有一切 我們都不需要巨派 因為在失敗 有時在失敗當中 我們有些衝擊 但只靠神 好像阿比斯那樣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阿比斯是一個平凡的人 都變成什麼 變成英雄 是不是 一個平凡的人都變成 為什麼 因為有神同在 他經歷到這種很大的釋放 因為神親手觸摸他的心靈 我們去順服他 神就給我們很多無限的機會 彰顯他的榮耀和偉大 所以保羅說 不是憑自己承擔什麼事奉 是出於神的 叫我們能夠去承擔 新約的執事 即是今天的世代 是不是 即是今天我們的教會 新約的執事就是這樣 所以初期教會 驚人的成功 為什麼去 就因為主和他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 所以今天我們有很多的人信耶穌 不是我們的力量 是神與你同在 他只要讓他藉著我們 這個卑微的人為他服侍 教會就有復興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尋求聖靈的同工 所以初期教會十二使徒 神赐福給他們 榮耀神能夠擴張境界 第五 永保產而平安 願神賭佑不足患難 沒錯 不足患難 當我們越擴張境界時候 我告訴你 撒旦就要攻擊我們 你有沒有這個經歷 我當然有 很多攻擊的 但我們要祈求屬天 天父幫助我們 我們要求神保守 我們脫離撒旦 那些不其意的試探 所以有時候我們 艱難 苦難 其實背後是一個祝福 因為我們懂得依靠神 但反而有時候我們成功了 往往都會帶來失敗的機會 因為我們驕傲 我們不需要靠神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很多教徒領袖 或者牧者 他都會有失腳 你不要覺得奇怪 我們常常為你都有牧者失腳 你們有沒有看到 都會有失腳 我告訴你 所以說 有人說 幸福 都是致命的危機 因為有時候 我們太幸福了 太自在 我們的依靠對神 就遲鈍了 於是我們就放肆 當你得到屬天的赐福的時候 你就要越懂得什麼 亞比斯的徒高 如果你得到屬天的赐福給你們 你就更加要用亞比斯的討告 因為撒旦會很多時候 藉在家人的軟弱攻擊我們的 真的 好像我兒子24歲 他都不是 我們做父母會擔心他的 我跟神說 我不再擔心 不要不要 我要交給你 有時候 撒旦要用你的家人攻擊你的 令到我們 事奉經常都很軟弱 於是我就祈禱 我這輪祈禱 就說 神啊 我要 不要後顧之憂 將我兒子教給你 求你幫助他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為家人祈禱 要服侍 而沒有後顧之憂的 專心服侍子 求神讓我們遠離試探 不要讓惡者接近我們生命 所以主徒民說 主徒民說 不要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所以亞比斯的討告就說 我們要靠著神的話 就是祂的真理 全副的軍裝 抵擋惡者 用敬拜讚美 基督的靈就進入我們的心中 我們的心靈就得到釋迫 那我們就會大膽宣告 神的討告 就得到成就 保羅說 與基督一同活 而且一切的執政 掌權 老去 被人看到 我們要高舉誰 十字架的跨性 今天所做一切 我們就是高舉耶穌十字架的跨性 最後一個總結 十五年 無間斷 你要每天要和耶穌討告 我自己也是 我無間斷 除非我那天病了 我妹妹起床 我第一件事要祈禱 用阿比才是法則討告 神就會帶領我們 就讓我們 在不同的和場當中 得到很多的果子 這些一則應驗 所以為你們的事奉 擴張境界 希望能夠帶給你們 恩禧堂 能夠達入第二個二十五年 同樣今天 我自己 退休了 我同神講 我都要第二的